画不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你的因为安全的问题 各位知不知道你的那个足迹 足迹即将变成历史了 Google公司他现在不能够再开放足迹 尤其有一个地区 有一个地区就是足迹越多的地方 他就不轰炸 听得懂吗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现在Google公司也把足迹给拿掉了 4月1号开始就没有大家的那个足迹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 还是你们根本就不重视你们的足迹 人家都已经拿过来做一个 哪里要轰炸哪里不要轰炸了 听得懂吗 所以战争的时候要怎么样 远离群众 不好笑 对吧 听得懂吗 现在都已经在大数据分析作战了 好 来 所以 这个版本 是这一个版本 他就把它封锁掉了 他认为地理资讯 就变成是一个资讯安全了 事实上真的是 好 来 请打开 请点选档案 然后选项及设定 选项 现在打开那个地理资讯 然后请点这个安全性 请把这个 使用地图及区域分布图视觉效果 选打勾 对吧 本来你应该是没有打勾的 可以吗 应该只有这一个 应该只有这一个 这个也打勾好了 我就是要使用 RGIS for power bi 这个也打勾好了 确定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那个全世界那个地图了 还有一件事哦 你要在有上网的情况之下